草屯镇一间便当店响应南罗线麻烦小天使协会 为了照顾发展迟缓而计划筹盖天使家园的梦想 8月3号跟4号这两天将要进行便当义卖的活动 活动期间这便当不计价是由民众自由来认捐 希望能够汇集社会大众的爱心 让麻烦小天使协会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身心障碍者 正在锅子前老板忙着炒菜推出多样的菜色以外 还讲求口感和食材的新鲜 例如招牌便当配上现炸的排骨让人士胃口大开 而老板夫妇不仅做生意实在还非常的有爱心 将在8月3号和4号这两天进行便当义卖活动 要帮助南罗线麻烦小天使协会来新建他们的家园 来店就不计价的话就是说 不管你买几颗就是以你的心意 买刃捐这样子 没有限定金额这样子 老板原本是在工业去工作 为了照顾家庭升兼两份工 后来有了资金 两夫妇专心来投入便当店的生意 因为体会到照顾孩子不容易 因此享用这项新建教育的活动 自己带两个小朋友 然后没有人帮助这样子 然后一切都看我们夫妻娘 那样子真的觉得特别辛苦 然后那些小朋友更可怜 没有更多的资源的话 下礼拜会带青铜炮一起过来 一起共享胜与这个活动 南罗线麻烦小天使协会 长期照顾身心障碍者 进行早期疗愈以及工作训练等服务 再发现还有不少孩子 因为家长无法照顾下 被关在家里面 更促使他们建制永久家园的决心 让身心障碍的孩子 能够得到更完善的照顾 现在服务的一个个案里面 他的父母刷完以后 那他的兄弟姐妹没办法照顾他 他很年龄已经42岁 那从他来的过程里面 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 他来接受服务之后 不管他是在口语能力 或是在人际关系的部分 他都有仓促的进步 习卫表示 目前他们募款的情形 不是很理想 还达不到目标的两成 因此相当感谢便当业主的爱心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 记者 女性脑线采访报道 Eins 疯 疯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